米其林三星大厨刚要宰杀一只澳洲大龙虾 没想到就被骄傲的大龙虾的精华液给资了一脸 主厨骂骂咧咧地让助手收拾掉这只糟糕的龙虾 而助手又让实习宫去把龙虾扔掉 而接下来主厨头晕眼花地走出了餐厅 下一刻他就倒在了街头的小巷子 眼鼻蹊跷流出黑色的血液 紧接着接触过那只龙虾的男助手也被送进了ICU 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挺过去就这样隐恨西北了 而当探员发现两起死亡案件都来自于这家米其林餐厅时 并打听到了当天还有一个实习工也接触过那只龙虾 结果这几天他却一直都没来上班 可等佛播了探员来到实习工家中时 却震惊地发现女实习工早就已经死在客厅里不知道多久了 画面一转 海上一架轮船科学实验室内 科学家们派出了潜水机器人进入海底进行探测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让原本深埋在海底的甲轮块 都纷纷地漂浮到了海面上来 可当他们看清楚了海底的情形时都被吓得亚麻呆住 只见海床上有着密密麻麻鼠都数不清的海底冰虫 而这群蠕虫正在吞噬白色的冰层 而在冰层之下就是埋藏了数万年的甲轮块 如果当这些压住甲轮块的冰层全部都被冰虫吃光的时候 那时海底拥有庞大数量的甲轮块就将会释放而出 如此巨额的甲轮将导致地球表面温室效应不断增加 从而让全球变暖冰川融化 而那个时候将会是地球人类的末日 然而当他们准备用岩信钻穿冰层进一步的查看时 顿时就有一股巨大的震动传来 上升的巨量甲轮让原本平静的海面波涛起伏 硕大的游轮都差点轻触沉默 专家说如果当时我们是在一艘小船上的话 我们现在就已经石沉大海了 紧接着专家们又发现 当钻入海底冰层内的蠕虫死掉之后 冰层上面的洞依然还会越来越深 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有蠕虫它们在吞噬冰层 还有一种它们未知的细菌 也同样在吞噬着海底冰川 但是这个女专家却说 即使让它们挖穿了冰层释放出了甲烷 那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一点点的甲烷量都不会进入大气层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温室效应 然而就在此时 地球另一边射得蓝群岛的海面上的科学轮船上 女科学家发现自己桌子上的企鹅正在不停地点头 紧接着剧烈的震动传来 在女科学家的一声惊叫中 巨大的科学游轮就这样被波荡起伏的海平面 给直接吞噬了进去 而这场恐怖的灾难 仅仅只是外星人报复人类的开端而已